歡迎介紹收看上階關心電影的雲林新聞 對著著讓另外的腳步學生越來越期待 看到比較有地雲地美麗的景觀 這天來自古希鄉就有新台股東小的孫心 並且都生活在窗戶的環境裡面 這樣有機會走出貨物 甚至來到沿海地區看到四地 清水深的交往以及豐富的新台環境 都感覺非常新鮮趣 很漂亮在學校那裡都是山 在這裡都是水 風景很美很漂亮 然後有很多植物 然後蠻好的 就是可以多看那個綠色植物 我覺得可以更多元化的 不像每天都窩在山上 你們學校靠近山是不是 對 第一次在這個學校 就是有這樣濕地的環境可以去觀賞 然後也就走路散行 然後就比較沒有一直在課堂中上課的感覺 加上這樣的一個水資源的教育活動 帶一方面帶著學生離開熟悉的環境 到不同的場域去做一些戶外教學的學習 那一方面也看一下這個我們雲宜縣政府在水資源管理 跟這些制洪池的使用跟永續經營上面呢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特色 仍然提供在的靠遊客中心 當時提供很多路由相關的服務 希望透過自圓津峽 讓遊客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掩蓋住宿舍的服務 並且列列歡迎 學校機關也是企業 共同來體驗艷海的過程式文化 除了小朋友之外 其實我們也希望一般的民眾 你們如果對口遊客這個區塊有興趣 或者是一些企業 像我們有跟很多企業合作就是 做那個員工自強活動的旅遊的部分 那歡迎大家也可以來預約 我們口遊客中心還有提供免費的腳踏車的借用 然後如果有需要導覽 也歡迎事先預約也可以安排 對客人來說 最好的狗遊就是用親身體驗 讓小孩實實在在感受靠遊 在地風貌 臨海地区緊發展出自己的計達 希望未來比近多人欣賞和困難 記者鄭怡婷 彩虹報道